地处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布河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之一 总面积1500万亩 在邓口县境内就有426.9万亩 过去荒漠化一直是制约当地发展的顽疾 而在7月下旬 记者从邓口县前往乌兰布河沙漠光伏制沙基地 一路上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黄沙漫天 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光伏板和点缀其中的盎然绿意 道路两侧柳树 榆树和灌木丛组成的防风固沙林郁郁葱葱 沙漠中还有一片片水稻涨湿阵望 沙漠里是怎样种出水稻的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归功于一种新型材料防水透气沙的使用 为了能展示的更清楚 工作人员现场开始表演 我给你表演一下吧 这个更直观一下 防水透气沙它这个特点呢 就是防水透气 在沙漠耕座层以下 80公分以下铺一层这个防水透气沙 就保住水以后 然后我们就把它改造成现在的水稻田 沙漠变凉田 得益最多的是当地农民 据工作人员介绍 如今每亩沙漠水稻年产大米350斤 沙漠里光照族温差大 加上全程实现绿色有机种植 稻民品质好 售价也高 平均一亩沙漠稻 能给当地农民带来7000元左右的收益 此外 当地还在开发稻鱼共生立体农业 平均每亩地节水300到400方 水产产量已喜人 它这个养鱼模式呢 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养鱼模式 叫高效低碳流水养的池 它这个就是自动打养 自动示位 自动排分 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五桥池子 今年预计产限于30万钱 稻田间 一只只低碍原柱立在其中 这是给太阳能光伏发电板预留的基座 沙漠上的光伏板既能吸收光照 降低土地温度 减少水分蒸发 还会降低分速 利于板下植物扎根生长 光伏板下种水稻 这也仅是光伏制杀众多经济模式中的一种 通过光伏制杀嘛 我们现在形成了以沙为主的五个产业 第一个产业嘛 利用光伏板上面的光照 在地下种了种草药 第二个呢种了水稻 第三个嘛 我们种了一些紫发木许 第四个我们搞了一些余荒户布 第五个嘛 搞了一些邻国经济 通过再几年光伏制杀嘛 这一片呢 由过去的林草覆盖率不到8%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75%以上 据悉 目前邓口县沙漠之林面积 已达到280多万亩 森林覆盖率从建国出的0.04% 扩大到现在的20.2% 在2018年8月 邓口乌兰布河沙漠 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为 全国防杀制杀综合示范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